國泰是否值得救 如果 其實全世界航空業都不行的 大家都明白 但是究竟這個是一時性的情況 還是真是根本有一些系統性的 結構性的問題 國泰不是疫情之後才出問題的 國泰之前都已經對沖旗遊 輸了很多年錢 這個是所有投資圈的人 都一直拿國泰來講 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 其實如果大家看國泰 以前都是一隻藍籌 甚至乎作為一間香港的航空公司 就是香港人曾經都挺引以為榮的 你看一下過去一段日子十年左右 這個時候那種鼓勵滅到連剂יטon 這個情況是否還會有很多改革 就是這個叫做港元宣員 所以現在的200元 都會〜在這個輸入 包括本來的這次責任 所以 或者 真是不可能 因為《車股》了 所以這個大陸 livest 就是說 他 нормально我們今天買到 特別是一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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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と 如果是因為疫情出現有問題的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要救的 現在國泰這個這樣的拯救方案 我先不要說 整個很仔細的究竟怎麼救 其實去到最後 錢都是左袋撥落右袋 是不是 現在國泰做兩件事 股東要給一部份的錢 這個合理的 就是你問我一家公司如果營運到這麼差 股東有沒有責任 股東有責任的 因為市場就是你用鈔票去投票 你不喜歡這家公司你就不要買 是不是 問題那部份 另外一部份就是 用政府的錢去拯救它 政府的錢是市民共同擁有的資源 我不管你用哪一個基金 你說就算用土地基金也好 土地基金的錢為什麼給國泰不派給市民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去救一家公司 不是因為它經營不了就要救的 有人跟我說不是的 國泰還有很多很關鍵的 但是美國的錢是賺錢的 那些是賺錢的 那些也對香港航空業有一定的價值 那你不就將那些東西拿出來拆出來買 市場一向都有這個運作的 那些叫釋放價值 那不賺錢的那部份航空業務 你唯有等它下降的股價 這裡也行 我可以在這間鍵讓你生了 那些知識沒有 這間鍵て 你 keyword 你被解決了 是